这绝对是绿魔威廉达福饰演的角色中被坑得最惨的一次 您刚刚所看到的画面便是老戏古龙中之鸟星座中最悲惨的片段之一 那么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才会让他变成这个惨样子呢 这个故事还要从两天前讲起 尼莫是一个十分崇尚艺术的艺术品大导 这天他趁着豪宅主人出差国外之际 便乘坐直升机偷偷地从阳台摸了进来 短短四分钟之内 他就将所有他看得上演的名画全部收入囊中 可是就在他输入开门密码准备溜之大吉时 事情却突然就发生了变化 因为身为黑客的同伙竟然把密码给搞错了 豪宅内的智能管家系统瞬间就发生了故障 而此时阳台门也随之关闭 尼莫见状连忙让同伙想办法 可同伙却臭不要脸地甩出了这样一句话 说完对方就切断了无线通话 是的 他就这样被组织无情地抛弃了 他趴在那里问候了同伙的祖宫十八倍后 心态也随之恢复了平静 之后他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找到了报警系统的连接线 一刀子下去后豪宅内终于是归于了平静 接着他走到门前开始一阵摸索 最终他发现这道门竟然是石木做的 于是他便用刀子开始了销门工程 但在此过程中他却完全没有注意到 出现故障的智能管家系统已经将制冷模式 偷偷调成了制冷模式 几个小时过去地上已是一片碎屑 而他的脖梗处也留下了滴滴拳头般大小的汗珠 然而就在他以为成功在往时 他突然就变得绝望了起来 因为石木后面竟然还有一层厚厚的钛合金钢板 几个小时的时间与体力就这样白白浪费了 而此时的房间温度也已经升到了29度 他尝试着用对讲机联系同伙 但却根本得不到任何回应 他被抛弃得很彻底 随后已经热懵逼的他来到厨房打开了冰箱 冰箱中除了半瓶的小鸟伏特加和一小袋饼干以外再无其他 无奈 他只好以发了煤的饼单搭配上顶鸡与紫酱进行冲击 这一晚他过得还算安逸 第二天一早他听到了直升机嗡嗡作响的声音 他还以为是同伙来接他了 但那也只是他一厢情愿吧 此时室内的温度已经升到了33度 受不了高温的他决定打电话投案自首 可是事与愿违 电话根本就不能用 接着他从卧室中看到了几个发了煤的橘子 可是他拿起一看 这他瞄的竟然是石头 既然这东西这么坚硬 那用他来砸玻璃试试呢 不出意外 石头被砸出了一个大坑 而中国制造的钢化玻璃却完好无损 如此看来想要逃离这里简直难如登天 可是这时他坐在那里猛的一抬头 屋顶的玻璃天窗瞬间就引起了他的注意 而这也让他再次重燃了逃生的希望 接下来他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 把屋内所有可以利用的东西 全部固定在一起累成了一个梯子 可奈何房子举架实在太高 想要够到天窗看来还得加把劲 此时室内温度已经来到了38度 他又渴又热 于是准备来喝点水 可很快他整个人都傻了 因为智能管家已经自动切断了房内的自来水系统 眼下就连冲个马桶都成了问题 这时可懵逼的他看着马桶中的尿液 不禁咽起了没有口水的口水 但最终他还是放弃了 于是他便打开了冰箱的冷冻门 他无比珍惜地舔食着冰箱内的每一滴水 每一块冰渣 他终于得到了缓解 但缓解之后他又哭了出来 不过尽管条件如此这般 他也要坚持活下去 接着他撬开了一个冷藏式的储物间 不幸中的万幸 这里面还有一些可以食用的 猫粮狗粮牛奶和宠物罐头 就在这时他听到了水流喷洒的声音 原来是室内植物警官 带出自动开启了洒水系统 他趴在那里贪婪地 瞬息着这来之不易的水资源 等他喝饱喝足以后 他便躺在那里好好地放松了一下 十几分钟的时间过去 洒水系统自动关闭 而他也终于恢复了体力 十分满足地笑了起来 是的 他又找到了坚持下去的希望 接下来他扯下窗帘拆掉床板 然后将梯子的高度再次码高 这次他终于够到了天窗 但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 他该如何拆掉它呢 此时室内的温度已经升到了41度 而他也不出意外地争取了室内桑马 可能是他的身体已经产生了耐热性 所以他并没有多绝望 他会对着屏幕中的保洁员说话 也会在本子上画画 可是当他一个抬眼后 他却看见那个保洁员 正在门口打扫卫生 尼莫赶紧跑到门前呼救 但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不得不说有钱人家的门隔音效果是真好 就在他快要热得快脱了皮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智能管家 把空调系统调成了制冷模式 这智能管家可真是绝了 让他感到绝望的同时又能给他希望 第二天一早 植物景观带的洒水系统再次启动 而他也用各种锅碗瓢盆接起了水 这下水资源的问题终于是被他解决了 那么接下来就要开始干正事了 只见他将一个花瓶狠狠地砸到了地上 接着他精挑细选了两块碎片 然后将其绑在了窗帘布上 就这样 他便制作出了一副极其简易又拉风的墨镜 他这么做并不是为了耍裤 而是为了顶着太阳光开始高空作业 可当他凿掉边上的混凝土后他又傻了 天窗竟然是由12颗螺霜固定上的 此时室内的温度又降到了6度 他就算是裹上被子也会被冻得瑟瑟发动 好在白日的暖阳能让他舒服一些 没有工具拧下螺栓 他便开始搞起了艺术创作 比如在富豪的脑袋上画两个牛鸡脚 再比如在他孙女的脑袋上画个皇冠 甚至连狗子他都没有放过 很快一幅矿石佳作就诞生于世 晚上他躺在沙发上睡了一觉 醒来后他就看见了那个保洁女孩 正坐在他家门口吸烟 他连忙跑到门前一边大喊一边凿门 眼见对方没有回应 他便想着从门缝中塞一张保纸过去 可结果他发现这破门竟然连根毛都塞不过去 他气急败坏地抄起一个平底锅疯狂砸门 可结果还是一个样 他没有任何反应 最后他还是不出意外地乘着电梯离开了这一层 尼莫越来越绝望 他知道眼下要想逃离这座牢笼的话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拆掉天窗上的螺栓 于是第二天他便付出了行动 他先是用刀子在木棍上课出了一个可以拧螺栓的凹槽 接着对准罗姆猛的一用力 然后木棍就被变成了两半 但这并没有难倒他 因为他把班子口改良到了木板的内部 这一次他小心翼翼地用了大半天的时间 终于成功拧下了一枚螺帽 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他不是在费力拧螺栓 就是在潜心岛创作 不知过了多久 他终于在墙上完成了另一部矿石起作 而此时十二枚螺栓也剩下了八枚 为了不让自己抑郁或是精神恍惚 他甚至会去找鸽子聊天 但即便是这样 这天在他取下一枚螺栓时 却还是发生了意外 他就这样摔顿了一条腿 而此时天窗上的螺栓也仅仅只剩下两个 为了尽早逃出球龙 他只好为小腿做一个简单的固定 但是那四星裂飞的痛打 还是让他出现了幻觉 他恍惚间看见了那个清洁工女孩 出现在了自己面前 他二话不说直接就亲了上去 可是下一秒女孩就消失不见了 他这才意识到这一切都是自己想象出来的 不仅如此 他还产生了自己遭到房主袭击的幻觉 不知具体是磕到了哪里 反正他醒来时鼻子与额头都已被磕破了 这时他不经意间看见了上方的火警报警器 下一秒他就突发奇想 他觉得这或许会是一个好办法 于是他便撕了一大堆纸条放在碗里 接着他再用放大镜将其点燃 然后把缠有破布的木棍上再倒上点小鸟伏特甲 如此一来一个简易火把便由此诞生 他亮腔地拖着断腿来到厨房 如他所愿 火把成功地触发了火警报警系统 下一秒豪宅内就下起了倾盆大雨 他想要以此来引起外面人的注意 但结果却再次令他大势所望 纵使房子内已经水流成河 但也仍然无济于事 不知过了多久 大雨才渐渐停下 此时的豪宅内已是一片狼藉 活像的水帘洞 小编已经不知道他到底待在这里多长时间了 因为此时外面已经下起了罗毛大雪 这天他手拿木扳手穿着裤衩哼着歌 终于将最后一枚罗帽放到了他应该被放在的位置 不难看出 此时的他已经骨瘦如柴 而他的精神状态也来到了一个临界点 因为他面对着自己的旷世奇作 一直都在哼唱的同一句歌词 他临走前在墙上写了这样一段话 猫会死 音乐会消失 但艺术却是永存的 我在你的房子里住了很短一段时间 对于你来说这是一个家 但对于我来说这里就是一个笼子 如果破坏了他我感到很抱歉 但他也许真的应该被摧毁 接着他爬上天梯后 成功地取下了天窗上的那块玻璃 接着画面拉远 是的 尼莫这个龙中之鸟终于是消失在了这座牢笼之中 他满载着目标而来 可最后却又空手而归 那么各位老铁们 你觉得他是否成功离开了呢